很喜乐吗?为什么喜乐? 因为我们彼此又相聚了,对不对? 等了多久呢? 四个月了 四个月来讲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 一下子就过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是 哎呀,为什么这么久? 忍耐了这么久,牧师才来 阿们吗? 我们天津的弟兄姐妹 举手一下,让牧师看一下,好不好? 天津的 所有,堂姑的 堂姑的弟兄姐妹 也有嘛 小米那边 我们内蒙的弟兄姐妹 昨天见面了,感谢主 北京的 唐三的 唐三的还没来,还有没有 没有教到的 举手,有没有 就这样了 其实呢 每次跟各位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是心里面实在是被激动 要过来的路程呢 好像被激动而来的 但是呢,各位每一次 我们这样相聚 各位也认识牧师这么多年了 每次看到牧师都是把一些美好的信息给你们 有解除你们心灵的困惑 但是我很想告诉各位的就是 各位一定认识牧师这么多年之后呢 一定要看见 其实牧师里面 是很软弱的 很恐惧 很占尽的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牧师这一面 有时候呢 牧师心灵里面也是很多的负担 然后一直 有担忧很多事 然后每一次要讲道的时候呢 这次要讲什么道呢 难道又讲一篇理论吗 到底怎样能够 就能够站在这个地方 站在众人的面前 把这个上帝的圣言讲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跟各位说 我心里面有一些 很恐惧 很战惊 又甚软弱的那种感触 就是我们使徒保罗经历的 但是各位知道 为什么能够站在各位面前吗 因为是圣灵 把有一个要救人 要拯救上帝羊群的那个心 放在我里面 各位明白吗 是一个要救人 如果这个救人的心 没有的时候 一个人是很难站在众人面前 然后呢 面对有这么多弟兄姐妹 这么多的问题 这么多的困惑 要怎么做呢 要怎么讲呢 各位明白吗 但是能够站在这个地方 能够跟各位讲到 为什么弟兄姐妹 因为要救人 弟兄姐妹 因为要救人 所以那个胆量会来 因为要救人 那个智慧会来 因为要救人 所以不怕 不怕受伤 因为要救人 有一些的言语 圣灵赐给我们 因为要救人 不怕得罪人 因为要救人 不会关注 我现在讲的怎样 好不好 好不好 对不对 因为要救 所以我们使徒保罗讲的对 无论如何 总要救些人 阿们 各位 你问你自己 你什么时候坚强 各位 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一种很虚幻 很软弱 很困惑的时候 我们就想我们自己的光景 我们就想旁边的人 怎么对我 跟我讲什么 各位 那个虚幻 很虚幻的 然后在里面 一直思想很多东西 各位 你从那个地方你出来 实实在在 面对那个呼召你的主 拯救你的主 那现在你真的要救人的时候 其实从那时候起呢 奇妙的 另外一个你 好像生出来 原来那个就是真正的你 那个就是上帝重生的你 那个生命呢 有叫你能够站在众人面前 那个生命叫你 面对任何的苦难里面 你还是把关注 有放在主的羊群 各位 你问牧师傅这么软弱 我怎么救人 各位 我们有时候相反的想这个东西 你这么软弱 怎么救人 我没有口才 怎么救人 各位 不要相反的想 你相反的想 就是跟事实反面来想 其实 上帝呼召你的生命 这个软弱的生命 有时候甘心的做也好 有时候不甘心 保罗也是这样讲 对不对 但是责任已经交付了 无论像这样的人 中要救些人 像律法上 有律法的人 就做有律法 没有律法就没有律法 像软弱的人 其实我也是一颗肉体 很多的软弱 无论怎样 希腊人也好 很有修养的人 我面对他们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感觉到很自卑 但是话外人 面对他们的时候 又感觉他们很野蛮 无论是聪明人 无论是愚拙人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一直在关注 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感受 对不对 但是忽然间 主说你是谁 我呼叫你做什么 今天你站在众人面前 你有责任吗 有责任的是上帝 你只是一个器皿 上帝自己会成就他的工作 所以当一个人 就得到这个要拯救人 救主的羊群的意念的时候 其实他刚强起来 所以把神的话会传讲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这里很多带领教会的 很多在困惑当中的 各位 你要回到事实里面去 你回到事实里面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奇妙的 实实在在 圣经里面讲的每一句话 是很多时候 我们好像在我们的问题软弱当中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 所以保罗说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你们知道吗 你们以为我很刚强吗 我是跟你们一起享受着福音的好处 我要跟你们同得福音的好处 所以我就奔跑 不是没有定向的 就我有时很混乱 混乱的时候 我有时很情绪的时候 但是 主告诉我 就要救人 为这荣神一人 对不对 我只有一个方向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最后要到天国的 我是最后要见到他的 阿们 然后还有什么 不但是这样冲着跑 当你冲着跑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属灵大战里面 你要知道你的仇敌是什么 看不见的 你的仇敌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肉体 你的仇敌是你 看不见 意识不到的 有一个常常试探你的 灵体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的征战不是属血气的 所以当你在跑的时候 好像你跑着 但是你又发现 属灵征战也有一个 焦力征战的动作 你要焦力征战 你的心灵里面 有时候受试探 受影响的时候 你要征战 所以要节制 因为不要让自己的 不要让自己的感受 情感来控制你自己的一切 对不对 你要分辨 你要焦力 要征战 要节制 跟你的肉体要征战 攻克己身 叫这个身体服务 因为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好像感觉不好 今天听到有些消息的时候 很难过的时候 就是一下子你的思路 你的思念往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神说什么 一定要回到事实 神呼召我做什么 那个事情我担心了这么久 能够解决吗 其实不可以 是上帝做的 不是我用我的担忧来 所以再次要征战 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入一种 有一直被控制 被影响 负面的影响 后来你发现你什么都不能做 连旁边的人都不能祝福 阿们 所以有丁向的跑 然后有节制 有焦力 征战 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你与 听到你所传的福音的人 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属灵 各位 神的话本身 是一个属灵的东西来的 各位注意听 牧师前面的信息是很重要的 前面的信息是一个虚论 如果这个虚论你抓不到 我现在要讲的话 有些还没有听听听 是一个感觉 好像一个感觉 牧师爱 上帝爱我们 上帝与我们同在 同在同在 就在这个地方同在了 就出去没有同在了 对不对 所以你的问题会四个月的时候 一直在那个地方转着转着不出来 因为有一些的眼光没有恢复 有一些的真理的事实 没有刻在心板上 就靠感觉 靠情感 比如说我来到大陆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 我真的心里面很多的怜悯 我觉得我们这个子民 真的上帝爱 但是上帝在爱这个子民之前 让这个子民陷入很迷茫的状态 人都是很困苦 又过着很坎坷的生活 每一个人就是为了赚那个几块钱 然后对彼此冲来冲去 对不对 很苛刻的讲话 有时候就 我排队的时候 人就插进来 对不对 你干嘛这样做 我们来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坐这个计程车 很多行李的时候 你们哪里放这么多行李 在我这边 就这样讲的时候 没事没事 我们多给你一点 多给你 就是祝福我们吧 我们会 就是我们也给你多一点钱 没有关系 师父师父走 就这样 对不对 其实我们心里面没有 没有怎样的 为什么你这个人这样 其实不会 我跟你们说 每次走在大街上 有时看到每一个人就是忙着 很迷茫的 好像他们的灵魂 就为今生的忧虑 思虑愁烦 在那个地方 一直想着 有些担心婚姻的 有些担心孩子的 因为孩子只有一个 对 就这样的光景里面 这样的社会里面 我是一坐飞机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主啊 我怎么能够拯救这个民族 主说 这个民族你要拯救他们 你先要看到 是我要拯救 不是你要拯救 所以我要拯救的话 我把这个爱 这个民族的那个心 放在你里面 你要感触到他们的无能 他们的无奈 你感触到的时候 从那个地方 我就会赐给你信息 你讲出来的道 不是高原大致 不要你讲什么高原大致的道 你要讲现在他们需要的 把他们从他们的迷茫 他们的迷茫是哪里来的 不是他们家庭的问题来的 他们听不到牧人的声音 他们听不到那个真理 他们心里没有事实 他们被很多谎言 谎言他们认为的 他们认为自己很可怜的 很多问题的 被这个东西影响着 弟兄姐妹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感触到 就这个心一得到的时候 不一样了 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里面 我们感受到很多困苦 难处 无能 甚至我们很多认为 我们认为 这个情况完了 我们认为我的婚姻完了 我们认为有些人 就是这样不喜欢我 就是把我定死罪了 我们很多认为 各位弟兄姐妹 纵然你所感触到的 好像很真实 但是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说 神是真实的 人是虚黄的 阿们吗 这句话 各位这句话在哪里 罗马书三章 对不对 神是真实 神所说的每一句话 他向他的子民 应许的每一句话 是真实的 你看的 你认为的 你感受的 虚黄的 但是呢 这样讲的时候 人都受伤 上帝你不明白我的感受 对不对 我们人总是 上帝啊 我跟你说 我的问题很真实 我跟各位说 这条路我已经走过了 我有时候也受影响的时候 我也就是这样 我就在想 为什么上帝要讲这句话 因为我们里面的 我们认为的东西 又是太真实了 好像一个无神论 有时候我们跟 有些不信主的人 传福音的时候呢 上帝看不到怎么信啊 对不对 你拿给我看啊 王姐的妈妈 就是这样子的句话嘛 看不到怎么信 哪里能看到 那你要讲 看得到啊 在宇宙里面看得到 看什么啊 花草树木而已 你哪里看得到 那已经信了 已经信了 弟兄姐妹呢 遇到苦难的时候 神没有帮助我 祷告也没有用 虽然我们不会这样讲 但是我们的心灵 是这样反映的 对不对 我们心灵有一种 好像绝望感 失望感 然后不想祷告的那种感叹 那种感触 各位知道吗 这个就是一种 你向神说 祷告也没有用 呼求也没有用 主不会改变我的情况 各位终然是这样 弟兄姐妹 神是 各位看我 神是 真实的 人是虚黄的 但是各位 圣经的话 是一直要证明 要证明 神的真实 人的虚黄在哪里 阿们吗 圣经是写 这么啰嗦的写 每个书信 其实一样的信息 一直要讲 谁要讲 不要拆毁 我们的虚谎 所以要怎么拆毁呢 要你自己看见 你现在 所想的 所感受的 所做的 其实很多虚谎 所以先要向一个人写明 现在 上帝的话 先向一个人写明 然后再把真实的东西告诉你 所以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确认好不好 我们今天 第一堂课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一起确认 通常人觉得 很有真实感 我觉得这个很有真实感 为什么他认为 很有真实感 通常你认为 很有真实感 是为什么 钱真实不真实 有很真实感 对不对 爱情真实吗 真实对 其实我们就 我们认为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是先用肉体出没 我跟各位说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认为有真实 是因为 我们先有想法 你没有发现 对不对 你先有一些想法 你先有一些想法 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想法 社会学家有社会学家的想法 他们都有想法 你说我是普通人 牧师 我就普通人 我没有什么 不是政治家 我跟各位说 就算你是一个普通人 你也有想法 钱很重要 没有钱不可以 以后老了 有病了怎么办 谁养你 是不是想法 想法 对不对 我们很多想法 对不对 我们对人有一些想法 我们对教会有一些想法 教会要怎样复兴 教会要怎样蒙恩 我们先有一些想法 理想 那个想法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因为先有想法了 我们对婚姻有想法 我们单身弟兄弟们 我们婚姻要这样的 我们婚姻 我几岁一定要结婚 我有想法 其实你真的需要吗 你不知道你真的需要 但是你先有想法 所以你先有想法了 然后你就赶出了 然后你就需要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 我们先有想法 无神的人 他们就先有想法了 他们先对看得到的东西 有想法 对很多的事情有想法 但是各位知道吗 你的想法是会变的 你有没有发现 你走过五年十年之后 你发现 为什么我当初有那个想法 今天不是这样 但是人是有一个属灵问题 他没有反思 上帝已经把人从活一千年 变成活一百二十年 现在就活七八十年 还是有没有去想 他的想法 那个多么的短暂 多么的善变 有想法 所以各位读书的时候 学业很重要 工作的时候前途很重要 结婚的时候家庭就很重要了 什么都不重要 有时候我问我女儿 你要不要结婚 他说不要结婚 哪里要结婚 我只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他现在十一岁 我只有爸爸妈妈 我爸爸妈妈就够了 我说以后如果 你的丈夫跟爸爸妈妈 就是吵架 然后呢 不要跟我一起住了 你会依谁 当然是依你们 他我会放弃 他就这样讲 对不对 这个我跟妻子就笑了 哎呀 这个女孩子 可能十五岁就变了 想法就是这样 十一岁就 这个对不对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你怎么能够相信 你现在的想法 如果你这个想法 没有经过有真理的证实 你怎么能够 以那个想法为中心 来发展你的人生 发展你的关系 你就发展下去就不对了 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活到 起码二十多三十多岁 也应该要纠正一点 连这个不认识 不认识神的这个孔子 也是四十不惑 人家四十开始 应该要清楚自己的想法了 对不对 起码是这样 有些人活到六十岁 还没有搞清楚 这个想法又乱七八糟 所以因为有想法了 觉得很真实 另外一个是什么 感受 各位感受 真实不真实 感受各位 注意听 感受是我们心里的知觉来的 心里的知觉 而且这个感受是我们接触到环境 接触到人 所以马上 这个感受是每次第一时间来的 我们对人有一点感受 对情况有点 哎呀糟糕了 那个感受 然后这个感受很奇妙的 这个感受是结合这个身体 结合这个身体 然后你活出来 所以这个感受结合身体的时候 你讲话 你讲好听的话 伤人的话 对不对 感受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靠感受讲话 靠感受 很多人讲讲讲讲了 明天就没有了 但是听的人收收收收收了 收到十年了 讲这下下下 收收 但是只有一个会变的感受 我跟各位说 感受重要不重要 重要吗 重要啊 如果你们不回答 我就说不重要 那我这堂课 这边就不用讲 那我看 感受重要 为什么重要 感受 这个情感 是我们灵魂的其中一部分 不是全部 但是上帝放在人的灵魂里面 有感受的 上帝有感受的 上帝会愤怒的 上帝会喜悦的 对不对 那么各位弟兄姐妹 当这个感受 当这个感受得到正确的情报 正确的感动 正确的指示 这个感受呢 跟这个身体结合起来 来做有一些事情的时候 很有能力的 如果 上帝说 你爱你的配偶 对不对 你爱你的配偶 保护她 或者妻子 你顺服你的丈夫 这个不是一个律法 听的时候呢 那个感受来了 然后看她的时候呢 真的喜悦她 真的很想保护她 或者妻子呢 你就感受到 丈夫其实很疼我 很爱我 总是会体贴我 你能够感受到 然后你用你的身体来爱她 对不对 接触她 抱她 还是什么 有没有力量 何等有力量的 你的肢体呢 你对她们有负担 你对她们的灵魂有负担 你感受到她们的苦苦 然后你再讲道 跟你在神学院 神学院讲道 讲课 我们今天上一堂课 一二三四五 完了 没有情感的 会有没有不一样 当然有不一样的 所以 这个感受呢 是一个能力的出发来的 但是注意听 但是呢 你的感受 一定要受到神的话影响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感受来影响神的话 我们用感受来 来断定神的话 不是说影响 我们不能影响神的话 我们断定神的话 所以呢 你的感受怎样就怎样 怎样就怎样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你糟糕了 所以你的感受的 那个力量还是有 但是是害你 害旁边的人 各位听得懂吗 这句话 所以我们这个感受很重要的 我每次在教会说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靠感觉 我们靠上帝 弟兄姐妹 我讲了两年这个东西 他们不通啊 虽然开始听的时候有亮光 但是最后最后 连我的传道也说 他说我没有感受啊 当我传道这样讲的时候呢 因为她是姐妹嘛 他就说牧师 但是我没有感受 哦 我听了这句话之后 我说对了 我一定要在这方面 把更基要的真理要讲 我不能当然说 不要看感受 看真理 怎么没有感受 对不对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了 对 你的感受是重要的 但是你要受真理影响 然后从那个地方出发 从那时候起 你的感受是有能力 也在正确的方向行使 所以感受 弟兄姐妹 所以呢 那感受呢 这个东西是很混乱的 因为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那今天早上不好了 但是呢 不要以他来决定什么 先 先祷告 主说什么 然后把他纠正 因为你 你不用五年十年 才知道你的感受会变 你单单一天都知道 你感受会变 一天 现在跟这个人 很不好 等一下他 就是爱你了 吵架的时候都是这样 过后 马上又爱他 没有问题 对不对 感受是很沾变 所以上帝给我们 我们要用那个地方 很清楚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 第三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很真实的 我们的生活 各位 生活 就是你现在的整个的处事 待人 你天天做的事情 有没有真实感 我们做母亲的 我们如果是上班族的 到单位上班的 跟你一天24个小时 在看孩子的 对孩子的事情 哪一个比较看得重 一定是24 虽然都爱 对不对 都爱孩子 但是呢 你天天在照顾孩子 所以到一个地步呢 哎呀 他有一点点不好的时候 你太敏感了 你就太担心了 但是有偶尔就是上班 上班就偶尔这样回来 或者晚上才回来 看到孩子的 有时候他调皮一点 你就没有什么事啊 孩子都是会调皮的嘛 会淘气的 对不对 各位有没有发现 因为你整个的生活在里面 我们上班族的人 为什么有些人工作放不开啊 哎呀 因为二三十年 就是工作工作 你的集中力 都在做那个地方 你正在做的那个事 你的整个的情感 意志 精神 都在往那个地方 走着走着的时候呢 你以为这个是一切了 我告诉你 只有二三十年 最多是五十年 过后你要建筑 过后你要问 那我放进所有的心思 甚至取舍很多 跟家人的时间啊 什么教会的时间 来我做那个东西 最后我退休了 忽然间做什么现在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忽然间你退休的时候 你感觉很空虚 做什么啊 找人下棋啊 好玩啊 什么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不用发现 你不要看你自己 你看现在已经退休了 曾经这么认真做工的 我就认识几个教书的老师 以前教书的时候 哇这个教书的 哇一切讲到 教书这么伟大 哇这么投入 他们的工作 我并不是说不要投入 但是有一天退休了 就整天讲 他当年时啊 你知道当初 我教多少学生吗 哇学生怎样 怎样尊敬我吗 那时候我教的那个课门啊 你知道我全班 就是拿到全国什么什么 但是其实他现在 发现啊 那个东西已经过去了 所以忽然间啊 他有一个虚空感 所以现在要夸耀什么东西啊 其实人听的时候呢 心里也是觉得他很可怜 对不对 就是哇这样这样 心里面觉得可怜 我跟各位说 圣经教我们不要做愚昧人 圣经教我们知道 当我们现在这么投入 做一样事情的时候 那个定向是什么 将来要面对谁 所以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 主啊 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太重要 或者太不重要 因为重要是为什么 因为福音的缘故 不是太重要 甚至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啊 家里啊 经济啊 什么啊 你不要看得太重 因为那个事情会变的 你过了一下子之后 又不一样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现在是讲这个 这个重要不是 这个有没有真实感 这个有真实感 但是呢 各位注意听 不要让这些东西 来取代神的话 反而你要懂得 现在读神的话的时候 让神的话来塑造 你的想法 你的感受 你的生活 不要认为自己这么聪明 你分析的东西 一定对 不要这样认为 你分析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跟主说 主啊 我知道我今天能够想到的 可能明天还会想到更多的 对不对 你不要这么看 感觉 环境 情况 人给你的感受 主啊 这个会变的 然后我今天做什么东西 我认真做的目的在哪里 你一定要问 生活 所以呢 在这个真实感里面 不要让这些东西取代神的话 乃是要让神的话影响 造成你的想法 感受跟生活 所以神是真实的 人是虚晃的 这个大道理 教尔文说 这个是整个基督教哲理的首要事实 就是神是真实 人是虚晃的 但是这个道理要怎么用 各位 我的负担是这个 不是单单讲神学的东西 神学要对 但是那个大道理 那个神学论怎么用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用不了 那就是一个道理 然后不能牧养 有什么用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确认 各位有没有发现 原来神是真实的 神不是说不要有想法 不要有感受 乃是让真理来影响你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 属灵的 有一个现实 有属灵的现实 各位弟兄姐妹 我这次特会呢 特别我的负担是 我们要讲到 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事情 眼睛看不见的意思就是 你不能用肉体体感到 不能用肉体直接体感 也不能用人的学问来参透的 这些是 但是呢 这些属灵的东西 是实实在在围绕着我们 我们有一个环境 有一直影响我们 形成我们的想法 产生有些感受给我们 一个环境 各位先明白 当你想到一样东西之前 在灵界一定有工作的 当你感受到一样事情 这感受已经是现象了 神的话 其实把你甚至还没有感受 还没有想到的东西 是告诉你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你确认的时候 你才能体感 所以现在呢 神的话是要讲什么 讲有一个背景 起初神创造天 不是这个空气层的天 不是那个星球的那个太空的天 乃是三层天 对不对 神的宝座在灵界 整个的运作在的那个地方 一直在影响人的灵魂 然后影响人的生活 这个里面呢 各位一定要明白 这个属灵的事实 整个的原理运作是怎样的 所以这个属灵环境里面 各位要得到答案 先认识那个环境是怎样 然后你才可以分辨 你的想法对吗 你的感受对吗 你现在做这件事情 是按照属灵的原则来说呢 你会蒙福的 还是你会吃亏的 一定会知道 但是我要讲属灵的东西的时候呢 但是每次我要讲属灵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要很小心 因为有些人听到这个东西 我真喜欢灵的东西 我喜欢听你的信息 每次属灵属灵 到底什么灵 所以他们就有一点走神秘的东西 这是我有点害怕的 所以有些人呢 是一听到属灵的东西 牧师我喜欢 因为你讲心灵里面 我跟你所讲的一样 我感到很平安 很平安 你的平安从哪里来 你一定要问 我祷告了很平安 我想到我的家人的救恩 我很平安 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来听神的声音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问各位 撒旦能不能给你平安 能对不对 所以呢 你怎么知道 那个是神来的平安 还是撒旦来的平安 所以谁可以告诉我 你要真正有根有基的平安 是怎样来 你现在正在实行神的旨意 当你现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 这个当中 虽然你不是很极其的感性 平安那种东西 但是你心里有个安稳 你知道这是圣灵的平安 对不对 现在在遵行神的旨意 现在虽然很多东西你不知道 但是你在寻求神的面 你绝续地寻求 主啊 所以大卫在旷野的时候 他逃跑的时候 一直寻求主 主啊 你的面我寻求 对 其实这个当中呢 虽然环境遭害 世面为敌 但是呢 其实很奇妙的 有一种安稳 他知道 因为我心里的意念是寻求他 他向我显明的 我就跟从 明天的事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平安 各位一定要有这个肯定 我们当中现在为家人的救恩祷告 家人还没有信 家人还没有信了 所以你一直要等到他们信了 你才心里面有确据吗 各位不是这样的 你怎么在为家人的救恩祷告里面 你有真实圣灵来的平安 你怎么知道 当你现在 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心意是什么 要拯救他们 要向他们传福音 为他们祷告 所以你在乎他们的灵命 其实你知道的 如果你只是在乎他们的肉身 他们一去医院 又发生什么事 你不平安 真的很不平安 对不对 各位理解吗 所以人的平安是有根有基的 一定有神的道的 一定有 等一下 所以呢 今天多讲这个神的道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平安真的平安 怎么来 钱 绝对够 因为你现在很多 你现在很多 我跟各位说 就钱财的东西 我们大陆也是一直受这些东西捆锁的东西 一个唯物论主义 唯物论思想 就是来的时候 所以已经有那个想法 所以一想到钱 感受多或少这样的东西 很多的也很计较 对不对 很少的也乱话 就是很奇妙 混乱的那种光景 我跟各位说 你对钱财 你真的有切据 明天我需要的绝对会来 这个不是一种口号 一定会来 一定会来 不是这样的 我们 我们虽然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这是应许 当你讲一句应许的时候 那个应许里面一定有神的旨意 你现在怎么用钱 你怎么管理上帝放在你手中的钱财 对不对 你当用的用 当纳的纳 对不对 这样的 然后你做什么决定的时候 你尽量不要用钱来掌控你自己 来决定什么 那个时候你心里面 你对钱财是绝对 心里感到有一个心里有数 明天该有的明天会有 是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信仰里面是有根有基的东西来的 神把道显明 这个道里面有神的应许 这个道里面有神的旨意 这个道里面讲出 在这个应许跟这个旨意的背后 有一个属灵的环境 所以这个环境 你要知道 这个环境是一刹那做工 比什么都真实的 一刹那做工 当你按着神的道的时候 应该要攻击你的 有一些的恶魔 有一些的壮士 没有办法 对不对 他一定要退去 但是你不按着神的道 然后累积地上 以自我为中心 你靠着你的 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表面的 有一些 你对人很表面 很会说话 你得到很多人的爱 很多人的喜悦 你不平安的 我跟各位说 因为你里面的那个人 你知道没有按着 有神的旨意心 所以我们 我们真的在人面前 这是真的坦然无惧的 那个能力是怎样来 各位先要知道 所以我们在讲 属灵的东西的时候 各位先知道 这个是跟你的意志 没有关系的 从灵界里面来的 各种灵来影响我们 所以你接受什么灵 你接受什么意念 那个意念是 必定慢慢会形成你 它会形成你的人 形成你的情感 形成你的意志 你做法 都是会这样的 会形成你 如果你被不对的声音 一直影响的时候 你越来越被欺骗 越来越被欺骗的时候 你越来越在虚假里面 虚幻里面 来思想生活感受 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你对正确的声音影响 这很明朗 很清 看什么东西 应该放在心里面的 今天放 明天不需要担心了 不担心 对不对 所以你按着 这个叫按着事实来活的人 按着属灵的事实活的人 所以这个声音 这个部分 有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今天教会里面 有一些问题的就是 一讲到灵的东西 都是很担心 一讲到灵的时候 不要谈 不要谈灵的东西 另外一种就是 什么灵都接受 然后没有根基的 这样领受 这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 我们一起来看主的话 好不好 我们一起看 罗马书 各位都知道 我现在在本会讲 罗马书 所以每一次我来 四个月里面 有一些主要的话题 要跟各位说的 尤其是跟着我在本会里面 有四个月讲的东西 然后各位一定要确认 如果一个人呢 没有看到属灵的现实 他不懂得怎样分辨 主的声音 这个地方我再 我明天我再会多讲 所以呢 他的整个的生活努力 生活形式没有能力 实际的能力 从哪里开始 能力是从看不见的地方开始的 你看得见的 比如说你看得见的 钱财啦 人的关系啦 你看得见的是从哪里来 军队啦 军队是看得到的 从哪里来 从灵里面 各位理解吗 比如说钱啊 曾经有一个人在 在我的那个 在我们新加坡 他是从 从这个马来西亚来的 马来西亚 他就不懂在做那个机器的时候 还是什么 他就 这个手就割断了 哎呀 公司也赔偿他 一百万 一百万 保险 赔偿他一百万 哇 就是来赚 每天就辛辛苦苦赚一百块的人啊 忽然间得到一百万了 带着一百万回去 哇 他的妻子 他们是农村 马来西亚乡村出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去 哇 全部的亲友来 知道你就赚这么多钱 接一点做生意可以吗 我在家里有问题也可以吗 哇 就接 就用 自己也拿来做一点小生意 不到半年了 空了 淋蛋 就拿完了 很奇妙对不对 单单半年里面 什么都钱都没有 淋蛋了 然后呢 他就 又有一个记者就报告 就出我们报纸 你们知道吗 曾经在我们这边断了手 什么东西 现在 我们这么多人 甚至这个一百万 除了保险金 还有很多人就是给他钱 因为同情心嘛 一个社会 很多人就是同情给他 因为孩子有五个六个 这样多 但是现在半年之后完了 所以你们以为 这些看得到的东西 是很有力量啊 那些刀枪 哇 很有力量 我跟你们说 如果这个灵里面 给你一个暗示 你把那个刀自杀 你就死了 各位了解吗 原来你要攻下 其他的国家的 你射死自己了 各位 所以灵的东西 是最有能力的 我们好像现在 还不明白这个东西 好像你的配偶 就是骂你骂你 对你不好什么东西 现在好像 他就是不爱我 他就是折磨我 但是你 你明白这个属灵的东西 到一个地步 你能够仰望神 怎样 交托给神 然后依靠神 这个当中呢 很奇妙的 他就是可能忽然间 遇到有些事情 然后他的心意改变的时候呢 他想起他以前怎么对你 忽然间他 敖悔得不得了 他比以前更爱你 过后变成这样 对不对 那你说 这样的能力 怎么能够来啊 这个就是属灵的奥秘来的 如果你懂了圣经之后呢 你不能用 这个灵里面的力量的话 没有用耶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 一直看肉体的事情 来感受被触动 想法又改变 很多事情 这个是愚昧的 神是真实的 人是虚晃的 所以在圣经里面 所有的书信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书信 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讲属灵的东西 讲一个属灵的事实 怎么说呢 比如说 一副所书 各位讲完不久 对不对 一副所书 一开始说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 怎么 把一切属灵的福分 都赐给你们了 属灵的 从天上 将一切属灵的福分 天上属灵 看不见的 赐给你们 所以你们要懂得 领受这个东西 格罗西书一开始 爱子是看不见的 上帝的像 所以看不见的 所以他就 把这个上帝 显明出来 万有看得到的万有 是接着他造 为他造 靠他而立 但是现在呢 他是在凡事举首位 凡事举首位 他是掌权的 如果你在哪一个情况 你懂得让基督被高举 在你的心灵高举 很奇妙的 那个地方呢 你会发现 你会蒙福 除也蒙福 入也蒙福 但是我们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只有看到什么 居所谓 钱居所谓 人居所谓 我们只有看到这个东西 政治制度居所谓 我们只有看 看得到的东西 所以信徒 这种眼睛呢 叫他的祷告被削弱 实在的 所以 以夫所谓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 求神将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赐给你们 需要启示的 使你们真知道他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照你们真知道他 因为我们的眼睛太多虚荒了 心中的眼睛很多虚荒的东西 一定要明白 每一本书信 如果各位好好读 格林多前书开始说什么 我们在完全的人当中 也说到有些智慧 但是这个不是人的智慧 对不对 乃是神的智慧 那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 讲到圣灵向人显明的事情 是你什么 你的耳朵未曾听见 眼睛未曾看见 心也未曾想到的 但是向你显明的时候 明白了 所以呢 你们这认识圣灵的属灵人 你们能够参透万事 每一件事情 你会知道神的美意 你怎么做 结果是怎样 但是呢 属肉的人看不到 属肉的人也不能看透你 很奇妙的 各位喜欢吗 属灵的东西 属灵的东西 好像听来听去讲什么 或者可以吃的嘛 可以摸到的嘛 这样的话 这不能了 神的道不是这样听的 所以各位小心 有时候神的道呢 讲一讲 有些牧师讲一讲 越讲越 会感觉到很贴切啊 就很 给你一个感受啊 马上能够触动到 然后你一离开了 你用不到 你就那时候 你被震撼一下 还是什么 流泪一下 过后你走了 根本没有实际的能力给你 根本不能教你要祷告 要寻求 然后要经历的 那种道你要小心 你听了只是一种属灵的毒品来的 那个毒品 现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有些人唱的时候 是用属灵的毒品来唱的 一唱就流泪 我一到北京的时候 我看大家唱的时候就流泪 他们唱轻轻听啊 什么 我的牧人认得我的声音啊 我听 虽然那个歌是好 但是就哭了 我知道这个地方走了之后呢 听不到的 所以呢 就那时候给你一个情感的满足 但是神也知道我们需要这个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在情感要经历神的话 你悟性 要清楚认识祂的 你悟性认识祂 你的情感经历祂的那个深度 是不一样的 阿们吗 重要的话 前面的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看 罗马书 其实也是我把那个属灵的地方 指出来给你们看 罗马书各位一看的时候呢 罗马书第一章五节 我们使徒保罗说 我们从祂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职份 在万国中教人 为祂的名 信服真道 其中有你们这 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各位这句话有什么属灵啊 各位有什么属灵 各位 我们从祂受了恩惠 保罗讲的是他自己 对不对 各位 我们这样有时候读过的时候呢 我们就以为这样过了 这个人很有使命 很有热心 这样服侍出 保罗怎么受恩惠的 他是一个 决然不可能 信耶稣的 犹太律法主义者 绝对的一个优越之心 然后这样的 要为神奋勇 热心 逼迫教会 根本不能明白恩典的 这样的一个人 乌慢人的 有这样的人 然后 在大马是个路上 上帝的光照耀他 那我们以为 这个照耀 我们就很想追求 那主啊你几时照耀我 各位不要这样 追死灵的东西啊 这个只是他一个转机点 让他知道他错了 但是过后呢 他继续 从耶稣基督 是那个弥撒亚的眼光 再次看整本圣经的时候呢 他发现了 他的整个性情 真的变了 他是跟犹太人传福音 犹太人打他 然后呢 跟外邦人 以前是外邦人 对他来讲是狗 是猪 不洁净的东西 对不对 跟外邦人 为外邦人下奸 你们外邦 以赴所教会 对不对 我为你们取习 为你们迫切的祷告 这个犹太分子啊 犹太律法主义者 他能够变到这个样子 各位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超自然的变化来的 你们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所以呢 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很轻看你的重生 你很轻看 我信了主 我的情绪还是这样 你这样想啊 你根本没有意识到 那个伟大的工作 那个叫你跟所有万人区别的 那个恩典临到你的 如果那个你对那个东西看小 那个就是现在 你自己最苦的那个理由 那个苦楚的理由 就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你把最大的东西看小之后呢 这个地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满足你了 你再多得一点钱 多得一点人的爱 多得一点好处 多得 没有用 没有用 那个比整个宇宙更大的 最大的那个东西 都你都看小了 没有其他的 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 就讲的有一些属灵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蒙受他的护照 所以这个恩典你知道多大吗 这个属灵的福分多大 你们知道吗 所以你们可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他为你们祷告的时候 十一节 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 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坚固 你看 这个属灵的恩赐 有些人就怕 这个是不是方言 医病 赶鬼 这些东西 其实 这个属灵的恩赐 这个字眼本身 虽然看起来跟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一样的 那个恩赐 但是不是讲那些恩赐 因为整个罗马书 没有讲这些东西 整个罗马书 是要把一个属灵的事实讲 所以保罗的意思 这个属灵的恩赐 要让你们明白的 就是你们常常没有看到的 属灵的现实 你们是怎样在罪里面 神的恩典怎么领导 神的义怎么显明 然后这个里面 就是有生灵的工作 就继续要讲的 整个罗马书的奥秘 是讲这个东西的 然后再来就讲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 各位十七节 各位看 十七节说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 所以神的义 也是属灵的东西 这里谁知道神的义的 没有一个人 我们一般人 是只有认识什么 人的义 人的义 人的义说 你这个人真不错 你常常帮助人 你这个人很有爱心 我们是人的义 这样认识的 但是神的义是什么 什么叫无罪的 代替有罪的 哦 他很伟大 他你看 他来到人间 我就是为人受苦 释迦摩里也是 就是把这个放成一样 齐鸣 这样的 其实他是用人的义 人的善 来看上帝 他们不明白什么叫 无罪的 完全没有玷污的 永恒里面跟神在一起的 然后为你们的缘故 跟神分开 担当你们的罪 然后那个的光景里面 才能够把你们 从永远的地狱 拯救出来的奥秘 这个不是一个 带着罪信来的人 然后在这个地上 行出很伟大的事 然后自己的 四肢全部砍掉 为了人 然后献上自己 这个怎么能够比啊 那个跟永恒的上帝 那个绝对上帝 跟你在地上 你做的那种善行 然后你跟他齐鸣 你们不明白神的义 所以这个神的义 就在福音上 显明出来 他们不明白 所以都是属灵的东西 所以呢 为什么上帝要 做到这个地步 你们会问 因为神的愤怒已经来了 神的愤怒 所以呢 上帝要挽回 他自己的愤怒 他一定要还清 那个罪灾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认识 神的愤怒 那神的愤怒是怎样 那神的愤怒 这里说 十八节 各位看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 又讲天上 这个字了 天上的意思 就是看不到的 显明在 不谦 不谦 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各位听罗马说的时候 各位会知道 牧师说什么 神的愤怒 神的愤怒是怎样的 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 天上显明 你们每次会想到神的愤怒的时候 你们是怎样想 我刚从东北来 听说那边有一个白山 长白山的弟兄姐妹过来 你们懂长白山吗 有些科学家说 长白山多几年要爆发了 一爆发的时候 全东北就是被灰遮盖 听到这种消息的中国人 可能活在长白山的人 会特别谨慎一点 火山要来 地震要来 去年一直发生的是什么 这个飞机坠落的事情 所以很多牧师就开始说 神的愤怒 神的愤怒 我跟各位说 神的愤怒从哪里来 这些是你已经看到的 上帝真正的愤怒是什么 如果各位读罗马书下去的话 马上会读到 认凭这个两个字 他无神无影的 那个愤怒 他认凭 你们把神的形象 当作虚晃的 他认凭 对不对 你们要怎样 用假神 造假神 各样的昆虫走速 来造来取代神 他认凭 对不对 你们的顺性变成逆性 那个地方讲到 同性的东西 同性恋的东西 他认凭 所以你们还是继续这样 他认凭你们的邪逼之心 认凭 对不对 各位继续认凭 各位知道吗 那个最可怕的愤怒 是上帝认凭你 他不干涉你 不管你 你要这样 你这样 你要跟着感觉走 你跟着 所以我有一个姐妹 从大连他就问牧师说 牧师啊 这样上帝会不会认凭我 他就听了这个东西 这样上帝会不会认凭我 你说最可怕的愤怒 就是认凭了 上帝真的不管你 不管你的意思就是 让你继续犯罪嘛 然后继续走到灭亡 所以他问这句话的时候 我说感谢主 问这句话的人就是 没有受神认凭了 现在你听到 神的道的时候 有扎心 你听到的时候 对 我不能继续这样 跟着我自己 自我中心这样走 不能 听到这个道的时候 又被点醒 又扎心 那证明神不认凭你 阿们 所以各位感谢主 所以每一次都是 神的话讲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原来那个看不见的 属灵的事实 很多时候我们 没有看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罗马书 罗马书里面 就是一直讲 这些属灵的奥秘 那 这个属灵的奥秘 再看 现在再看一个地方 罗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个写出来 各位看使徒行传好吗 十九章 这个要讲到几点了 罗马书十九章 各位这个地方 各位看 十九章第八节 对不对 保罗进了会堂 放胆讲道 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 劝化众人 你看三个月讲神国的事 神国的事 然后呢 有些人刚硬 不信 这是必定的 这个灵里面 上帝任凭的人 在众人面前 毁谤这道 保罗就离开 叫门徒与他们分离 然后在这个推断如玄坊 天天辩论两年 叫一切在亚西亚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都听见主的道 所以呢 这个单单把神的道 讲明了 这个道是传了 感谢主 我们大陆是这样的 所以我的事公事 从来是这样 我就七个地方这样走 就一 主要的人这样 听到听到听到 你们领受了 自然会传的 对不对 这个是神的工作来的 所以我心里面 有个切据 是这个了 主的道讲了 然后自然会做 那你说有一些 有些牧师说神迹一能 这下面就讲到 神迹一能 对不对 其实神迹一能 并不是你去操练出来的 当你把道讲明之后 然后很多人信了主 所以保罗现在 他无论到哪里去 对不对 神接着他行出神迹了 他自己也没有想象会这样 就是手机放在谁的身上 谁就得意 然后谁假冒 假冒这个耶稣的名 要用耶稣的名 这样的人蒙羞 对不对 所以从21节这里说什么 这些事 保罗看了这些事情以后 心里定义要经过 马其顿亚西亚 亚该亚 就往耶路撒冷去 又说 我到了那里以后 也必须往罗马看看 所以这个地方 他很清楚了 当他走完第一 第二 第三次宣教旅行 已经很明确看见 神的荣耀 神的作为 这是 但是神在灵里面做的事 就把这个道讲明了 自然这个现象就是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不是追现象 只有把道讲明 这个道自然激动人会传 这个道就是有些人 要虚假的奉耶稣的名 反而蒙羞 有这样的事情 宗教福音就分辨出来 看了这个之后 我要到罗马 这个罗马呢 这个大帝国里面 必定有很多 只有这个大帝国 人有文明 有文化 有学问 又怎样 只有神的道 一到那个地方 马上 整个地方又会改变 所以福音是这样 传两千年的 神的仆人 明白这个属灵的事实 按照属灵的原则 做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解决 所以这个下面 所以从这个地方 他一讲这句话之后 马上在这个 以弗所就骚乱就来了 骚乱就来 所以他就知道了 主的时间到了 他就下去 那个马其顿 那个地方 雅盖 他就在那个地方 三个月 就是那个地方 二十章那个地方 他就写罗马书 这里没有记载 没有记载 但是罗马书公认 是在那个时候写的 这个二十章 他三个月的时候 写就是送去罗马 然后过后 他就去到耶路撒冷 受逼迫 对不对 经过又坐牢两年 然后才这样的 到罗马去 你看这是很奇妙的 对不对 当地的工作是很明确的 对一个使徒 他能够按照属灵的事实 这样的判断 生活 遇到苦难里面 其实神全部成就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地方我们快快看 三样东西 我就写了 各位 属灵的现实 特别要讲的有一些事情 有时候 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有一些人是 能够看得到 那个真意 那个真正这件事情 发生的背后的那个意义 然后正确的解释 有一些人是看不到 所以 同样的事 我们天天都在同样的事 夫妇两人 同样的在一个家 看到一样的孩子 同样的事 但是 这个里面 背后 属灵的意义 有些人遇到一些 情况的时候 马上知道 因着这个 情况我要蒙恩 因着这个情况 我的家人要蒙恩 对不对 有些人就 哎呀 为什么这样 上帝 为什么这样 事发生 各位 这个解释很重要 你的属灵 你能够看到 属灵的现实 就是 怎么知道 你在同样的事情里面 你不是看表面 层面 后面 有属灵的意义 神要拯救 这个地区 我们天津教会 感谢主 我们天津教会 也是 一开始的时候 怎样 五个人 六个人 七个人 然后再走两个 再来一个 又走两个 来来去去 来了走 来了走 各位多少年了 三年了 我们这么多生命堂 从天津这个地方 上海 还有哪里 宁波 宁波是什么事也经过 等一下 这个过后 不久就上海 宁波也去 昆明 一个 这次我们内蒙的弟兄姐妹也过来 感谢主 终点不是什么生命堂 终点是生命之道 能够去到的一个地方 感谢主 我就心里面想 上帝真的是用人 不用环境 也不用那个地方 你不管什么伟大的地方 所以以前我就问中国人 你们几个直辖 四个 最差的是哪一个 天津 是个 重庆北京 就是上海天津 当然是天津人 就讲到 我们天津最差 你看这么穷 你看我们的郊区 总是这样 上帝不用地方 上帝用人 有蒙恩的人出现 对不对 很奇妙的 上帝建立一个生命堂 背后做什么 重要是我们不要 只有看那个教 那个生命堂 不要去看那个教 那个施工 就这样看就不行了 那不明白后面的 属灵的意义 有一个传道人 起来讲道 以前我起来的时候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二十多岁的 就这样 我也很自卑 我每次一来的时候 我们弟兄 从我们都要介绍 我们这个朱牧师 看起来虽然年轻 但是他有三个孩子 你们注意听他讲得到 一定要讲这句话 不够知名度 又没有声量 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很奇妙的 上帝有时候 就是用一个 好像人看起来 你同样的事 有一些人是 就看的时候 没什么东西的 有些人是 有一个传道人 起来传讲生命之道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 都起来传讲生命之道 各位 这个道是上帝负责的 如果你是起来 要搞教会 肯定会完蛋 搞不成 如果你是因这个道 传讲了 你自己享受了 然后喜欢这个道的人相聚 无论怎样的矛盾 最后 上帝还是会保守 很奇妙的 主的道是这样 一样的情况 不要被欺骗 所以我跟我弟兄姐妹 我每次说 你们的学问比我多 但是呢 我有一颗眼睛 你们是没有 纠叉这个东西 我们是姐妹 我们会员姐妹过来 她的父亲 我一下飞机就跟她说 她的父亲啊 就是刚硬的不得了 他们为她的父亲 祷告几十年 五个孩子 四个都信了 她就是死都不信 但是这个父亲很好 很爱他们 他是马来西亚人 就是自己做生意 就送他们每一个出国 留学 然后全部成才 都很好 她的妹妹 慧真传道是以后 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传道人 我就说 她成为传道人 她说 我成为传道人 对 我爸爸完蛋了 她肯定晕倒 那一天 她说 你们就是 以前 你们不要信了 后来信 不要去教会 后来去了 去了教会 不要信了 后来信了 不要施洗了 她还在受洗了 全部发生 不要这种 全部发生 但是现在他们心里面 有一个良知 他们心里面觉得 父亲怎么爱我们 我们怎么能够叫她失望 但是我们也不能 当然不能叫主失望了 这是跟我们的 所以她的妹妹也很辛苦 总是想到爸爸 要怎么向她交代 这个心里面很多的拉扯 这个地方 最近这几个月 又给爸爸很多惊讶的 这个惊讶吧 好像这样说 就是他们要来宣教 爸爸 你们都不拿假期回家 拿假期去宣教 那个 所以呢 我越讲他们就越内疚了 他爸爸这样越讲 他们就越内疚了 对不对 因为 就宣教三个礼拜 他们就上班的人 就三个礼拜 这样一年 年假就这样拿了 这次他要来的时候 他就跟父亲说了 父亲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要去 最后就讲一句话说 那好好照顾身体 要小心 你看 真的是慈父 我现在要讲的 他爸爸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父亲 就是不能行 那 我一下飞机的时候 我说 我说慧爷 你觉得 你觉得 你看到这一步的时候 当你爸爸这样讲的时候 你的感动是什么 他马上说 内疚了 内疚 好像一点对不起他 我说 我跟你的感动 刚好相反 我的感动是 因为爸爸这么疼你们 有一天他必定信 也只有你们能够叫他信 阿们 阿们吗 一样的事 我现在讲的话 各位领会 一样的事 但是我是按着事实 因为神是事实 神的应许是事实 那父亲这么爱我们 我们还叫他失望吗 那你跑到一个虚谎 你会内疚 但是因为爸爸这么爱我们 我们还是继续跟从 他还是这样关心我们 这证明 没有人能够叫他信 除了我们 我们孩子们 对不对 有没有不一样 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 同样的事情 有不一样的解释 有些人看不到 有些人看到 那个属灵的意义 听了懂吗 所以这个就是在于 你的属灵的地方了 你对圣经的事实 真是事实的吗 那个事实的眼睛 那个事实刻在心板 成为你一切的判断 保罗跟一般的信徒 不一样的 只有这个地方 你看得很准 那个地方 那你说 因为你是牧师 他是你的 那个是他父亲 对不对 以前我也是这样走过 我父母亲也是 生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都去信耶稣 就是这样 后来跟他们传 也是不信 以前我们要去教会的时候 关掉我们的闹钟 就是这样 早上不能起来去主日学 我父亲把我的圣经 收起来两年 就是看不到 以前有一次 我跟他吵架了之后 我就很痛苦 就是中医的时候 我就开启圣经读 然后他就 后来他就进来我房间 然后我就出去 后来那圣经不见了 我以为他丢出窗口 后来两年后 在一个很深处隐秘的地方 找到那个地方 但是很奇妙 但是我越来越蒙恩之后 我越来越蒙恩之后 他们的那个心意 是不但没有办法改变我 乃是他们不得不要依从我 但是那个依从是怎样 因为他全病比我大 他怎么能够依从我 因为生了孩子 我就没有关系 我结婚了 生了孩子 带着孩子看他们 去影响他们 就是他们感觉到那个喜乐 孩子每次去教会都很开心 孙子孙女都很开心 这样慢慢慢慢 就是他们来教会的 我母亲来的教会 两年没有受洗 两年没有受洗 有一天他跟我说 是时候了 我说什么时候 那天圣诞节 那时候圣诞节 两年前就受洗了 这些奇妙 所以我跟各位说 有时候你的父母很倔强 我可以用这个字吗 很固执 不是倔强 很固执 如果你得到了事实之后 你比他们的固执更固执 因为最固执的就是上帝 没有人能够改上帝的 对不对 各位理解吗 这个就是事实的眼睛 第二 然后呢 有些人是 在这个现在的事情 现在的很多的环境啦 风气啦 或者发生的有一些时态啦 他就慢慢意识到 将来 要 发生的事 所以属灵的东西也是 跟一个 将来要发生的事 不但是这个属灵的意义 你能够很清楚的知道 神的 美意 还有 有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意思 好像 给各位一些例子 好像挪亚 挪亚 他就 看到这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的时候 然后上帝跟他说 他就讲 上帝说 我一定要灭绝这个世界 他就听到这句话之后 然后也看到这群人的样子的时候 他是知道将来的事 那个审判要来了 约书亚呢 就是看到 约书亚看到 那个众以色列子民的时候呢 他虽然就是 迦南地已经攻下一半了 但是跟他们说 你们如果以后跟这些人 结亲什么东西 上帝 必定会从这个地赶住你们 对不对 但是我和我家 必定侍奉耶和华上帝 那为什么约书亚这样讲啊 有时候觉得约书亚为什么讲话的时候呢 好像他带着花里面有刺 因为他看到他们的那个光景 以色列人啊 你们现在的那种心里面不尽钱的心 我知道有一天 你再过一代 再过第二代 你们就离开上帝了 所以约书亚他心里面有一种意识 知道了 所以他就讲这个东西了 他要走之前就讲这个 我和我家侍奉耶和华上帝 就讲这句话 各位属灵人啊 是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 以色列人说 我们绝对不会自奉别生 什么东西 上帝说 那你们中间的那些外邦神全部除掉 你们还有喜爱的 有一些啊 可能外邦的 有些装饰品啊 这些东西啦 有那些意识的 你们除掉这些东西 你们的心里 专一的爱耶和华上帝 有将来的事 会意识得到 会看得到 当我们看到有个现状啊 现状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 我们中国大陆 有时候我们这样看 每个人是只有要生活 生存 就过五年 过十年 这样开心的时候 但是你看到 这个一个民族的迷茫 一个民族的思想 现在我们独生子女 就是长大的时候呢 哎呀 看到他们的样子的时候 你马上有一个意思 如果我现在不把神的道 清楚地教导他 他过十年 二十年 他会成为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 我们传道人 都是有一种意思感 我们是将来要发生 有一些事 因为知道这个的结果呢 所以现在我们传讲 神的话的时候的 那个迫切 有些人传讲神的话 是好像 耶稣还有一千年 他要来啊 但是有些人 一传讲的时候 你马上会感觉到 主明天就要来了 很快就要来了 对不对 因为有一种意识感 你意识到将来发生的事 听得懂吗 这个部分是 各位在听 牧师讲的启示录啊 这些东西 我举了很多例子啊 为什么同性恋 现在慢慢 就是越来越多 然后呢 慢慢他们要合理化 慢慢就合法化 然后合法 这个西方国家已经这样了 如果你们没有 这样的意思 你们看这个世界的时代 就这样看 这个新闻啊 西方是这样啊 这样看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错过很多东西了 因为当有一些的 人的意念一得到了 他们下面一定会要做的 当那个意念慢慢得到 我得到这个意念 你也有 我们都认同的时候 那就会慢慢扩散了 很快的 所以 像女权运动一起来 开始是要保护女人 开始呢 没有错 慢慢的 女人要有这个权利 那个权利 那个权利 所以现在呢 各位看 现在女人比男人强的事情就来了 然后走到这个地步 人家就想 哎呀 这样不符合圣经啊 这样 其实早就不符合圣经了 早就不符合了 当人的心思意念里面 已经有抵挡的心 邪逼的心 逆信就是产生的时候呢 就从一点点一点点 如果人不警戒 然后呢 教会的信息慢慢就是 有一点现代化 心派的这样东西 都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看到那个后遗症 一临到的时候呢 你问 为什么今天有这样后遗症啊 好像我们德国来的姐妹 就我们想 为什么我们德国 曾经这个 马丁路德也是德国人嘛 曾经德国 福音这么兴盛的地方 那个德国的首都 柏林 就是同性恋 就是全部的那个文化 好像索多玛 俄摩拉一样 他们每年就是搞什么宴会 同性恋宴会 这样的光景 然后呢 在教会 牧师 你们要同居啊 我是不会跟 结婚前不会跟人同居 但是你们自己酌粮吧 就这样 信息这样讲了 然后牧师讲到完 出去抽一点烟 然后就 再回来讲到 就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的人问 为什么德国会变成这样啊 你现在问太词了 你现在问是 其实早就发生了 早就发生了 人厌倦真理 不爱听真道的那种心 一直寻求新鲜的道理 这种光景早就发生了 然后现在是那个后遗症 已经实现出来 所以我们是意识到将来的事 然后现在讲到的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 第三 那因为知道有一些属灵的事实 对有一些属灵的事实 能够感应到 然后也能够意识到 将来要发生的事 所以现在 要成就 成就的使命 现在要成就的使命 各位明白吗 现在要做的那个事 不是空话 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 这几个月前 我们王姐 孙子要出来了 对不对 要照顾孙子 你们大家多数都是这样 对不对 以后神姐也是一定要照顾 你们也是 孙子孙女要出来 我就说 我就跟她说 第一句话我说 不管怎样 你要带领教会 不要看孙子 不要看孙子 你这样的话 你怎样要预备信息 你整天跟孙子孙女在一起 我就直接讲了 但是牧师是不是不理解 我们中国人文化 当然懂啊 哪里不懂 对不对 看孙子 看孙女 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呢 我们有一些的情况里面 我们看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神是这么看重 现在 有哪一件事情 对不对 有一些事实 其实这样办也可以 那样办也可以 但是有一些事情 拯救万民 拯救时代 拯救地区的事情 不是单单 有时候我们体贴一下 那个暂时的现况 这样 不能 所以我跟他讲之后呢 后来 有一些情况出现 他发现真的不用 不用带了 但是呢 现在 我要讲的是 为什么人 现在要 有一个使命 因为 现在要预备 将来 现在要预备将来 我们现在 要成就使命 所以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 当你能够意识到 将来要发生的事 对不对 上帝要怎么 在最后的时代 我讲过启示录 两个见证人 兴起来 向这个时代 做见证 那我们现在呢 如果知道那个东西 现在要做好准备 那我们现在 怎样装备 我们自己 我们要结婚 我们要找一个对象的时候呢 不是随便找 上帝会预备吗 我没有看到 上帝预备啊 你的意念先要得着 当你有一个意念 你知道 主 我跟这个人在一起 要怎么荣耀 你的国度 这个事情上 放在我的意念里面 祷告的时候 很奇妙的 本来遇不到的 后来遇到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 那个意念 你总是只有看现象 你总是遇不到的 然后你会受很多试探 我们圣经 所有的人 现在知道 有一个使命要成就 我们使徒保罗 巴拿巴 他们在安提亚 那个地方 我就讲过嘛 今年开始的信息 大家都很喜乐 大家在一起 一年基督徒 然后主的道兴盛 多么开心 如果我们 我们生命堂 只有这样 我们在一起 一个教会 这样很开心 这个一定完蛋了 因为上帝兴起 一个一个一个 无论讲小的教会 一个一个这样的 这样兴起来 是为什么 因为将来的 那个大敌基督 要来的事情 是会有的 那个叫人跌倒 被绊倒的事情 会来的 所以在真理上 为什么不扎根 然后在这个 我们每一次 一个礼拜 一周里面 三次四次的 那个相聚里面 是多么的重要 我一周讲六个信息 你们知道吗 有时候 有时候我问我自己 为什么我这样做 我真的问我自己 我的传道人跟我说 他教会的那个讲师 说 一个传道人 一个礼拜 不能讲超过一次信息 讲一次都太多了 应该一个月 或者两个礼拜 讲一次信息 因为你预备一个信息 你要讲到 你要 这边要查经 那边要查考 这边要讲的一个很完整 没有错误的一个道 因为这是神圣的道 不要把它讲错了 我就听的时候 所以他的结论 就是一个礼拜 你需要时间 反思 要查考 所以差不多两个礼拜 讲一次信息 这样就够了 我现在在想 如果我两个礼拜 讲一个信息 我现在成为怎样的人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跟我的传道说 你不要讲一个完美的信息 你要讲旧人的信息 听得懂这句话吗 甚至有时候 不小心那个字眼 搞错了 原文没有查好 可以尽量查就查 但是有时候 因为忙着 但是你要思想神的话 有人要牧养 要教导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为什么做这个事情 我就一个礼拜 六次要讲 我跟我自己说 每一次我上台 不是要讲一篇道 讲完了 我的责任完了 一个一周里面 六次信息 其实你们听的话 每一个信息里面 要把一个属灵的事实 要刻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板 那一周里面 全部要思想的 当一周完了之后 他们身边有一个系统 他们对有一些事情的 见解看法 是很属灵的 他会按着神的事实来看的 就这样做的 所以一个传道人 不是单单讲一个道理的 讲信息 当天 当日 当场 弟兄姐妹需要听的 所以每次这样讲 到了明天 又有新的 就来 就是这样传讲 所以 现在要成就的事 我们都预备 阿们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十五分钟 再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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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